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早上接到这个信息以后 从业变中心立即行动 赶到参与学校 快速的采取作用的利用 了解学生在学校的整个状态 我们已经看学校要求 即刻起 先到期 停止到校 采取品距离要求一顶半 到团队这一块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远远的原因 简讯预传消息一出 放学时间一到康乔校门口 立刻有名大批家长 我们刚刚其实下午3点有高带7点会过 在家里上课吗 这部分你们之前校方有都演练过吗 演剧教学校方之前也演练过吗 那么小 我那么小 他那么小 你自己给他看一些课外书 还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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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不会担心疫情 上课会不会担心 对他同住的家人 展开采检 那采检的结果就发现了两个案例 那一个案是1113 那是一个他的小孩 那另外一个是1114 是雪新阳性的妻子 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就雪新阳性1跟雪新阳性3 其实很明显他们这个家庭 以前就有一个常有一个家庭的群聚站 根据了解懒役的两名学生 都是华航机师的家人在学校不同班 我们中小学加起来 等于说大家放学 明天开始就现场 演续现场教学 就是中小学 全部的学生 那大概2000多位 那卫生单位他今天来 他就说提供资料 然后我们就配合在饮料下 突发中心综合报导